HELLO 各位FOLK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本週的FOLK GIRL CLAIRE 今天為大家來盤點2021年的春夏底妝產品 那我們開始吧 第一款是Town Ford的粉底液 它這次新款的粉底液的包裝非常的精美 它是做這種旋轉壓頭的感覺 Town Ford這款粉底液呢 我覺得它很適合給需要一點點遮蓋力 或者是你皮膚師有點毛孔容易出油的人 因為它是屬於比較中高遮瑕力的粉底液 它上完以後會有一種高級感的膚質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夏天非常容易出油 但是你的底妝又需要有一點遮蓋力的話 我非常推薦用Town Ford這款粉底液 再來是肌膚之藥 它們2021年春夏出了這款新的粉底液 其實它們之前秋冬已經出了一款是霧面的 那有別於去年霧面的那一款呢 這款的呈現的感覺會是比較光澤感一點的 就是你上完的肌膚質感會很像是珍珠般的光澤感 那我覺得它很適合就是各種年齡層的女生 包括熟齡肌膚的女生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上完之後我覺得它可以24小時不容易暗沉之外 它的光澤感呢 會讓你的皮膚的保濕感非常的滋潤之外呢 你不會覺得有那種油膩感 然後它也算是屬於中高遮瑕力的一款粉底液 Make Up Forever 2021年春夏出了這款水激光粉底 它們其實強調就是比較裸妝感 這款粉底液之所以它會有這麼水激光澤感的效果呢 是因為它有大量的水分在裡面 讓你上完底妝除了有抗水抗旱的效果之外呢 你會覺得你的皮膚是水水的 其實我覺得蠻適合同事戶外運動的人之外 我覺得也蠻適合在上班族就是坐在辦公室裡面 長期吹冷氣的人 你可能皮膚比較容易缺水 那Make Up Forever這款粉底液就是非常適合你們入手喔 蘭蔻2021年呢 新出的這一款零粉感粉底棒呢 其實是它們之前的粉底棒的進化版 主要是它們還有另外一頭是這個 就是粉底刷頭的設計 你也可以使用就是直接塗在臉上的方式 用海綿輕推 我非常喜歡這一款的妝感 原因是因為它具有中高遮瑕 你的毛孔跟瑕疵甚至痘痘都可以遮蓋得住喔 再來是我覺得蘭蔻這款粉底棒的顏色 我覺得非常貼近亞洲人的膚質 像有一些微血管啊甚至黑眼圈 我覺得它都是可以遮蓋得掉 可是你完全不會覺得它的粉感是非常厚重 它甚至還會帶有一種有遮瑕力之外 你的皮膚還是看得到肌膚的質感在 那是2021年的春夏出的這一款粉底液 是它們有史以來的粉底的妝感最霧面的 另外在櫃上是買不到的喔 如果你們想要入手這款粉底液的話呢 你們要到他們的線上官方網站去選購 那這款粉底液呢 我覺得非常推薦給喜歡戶外運動的你們 如果你們是喜歡那種比較霧面感的底妝 它其實是有具有中高遮瑕力之外 但是它的粉感不會很厚重 另外它有抗水抗油的功效 所以如果你是在大樂天然後流汗啊運動啊 或者是你的工作常常需要往外跑的話 我覺得NARS一款粉底液都非常推薦給你們使用喔 MAC全新的水粉餅呢 我覺得它們很特別的是它們有粉撲 跟你可以搭配它們本來就有的粉底刷 170的粉底刷會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粉底的質感 如果你是用粉撲的感覺的話呢 其實上起來會比較有遮蓋力 甚至我覺得上完之後不用再壓蜜粉 都是非常OK的 也很適合皮膚比較容易出油 甚至你是有毛孔的膚況的人 都很適合用粉撲直接按壓 它遮瑕力我覺得其實也是偏中高遮蓋力的 那如果你是用刷子 就是用粉底刷去上底妝的話 很特別的是它會有一種 水光感的感覺 哥據媚影呢 其實它們一直以來是非常專業的彩妝品牌 然後默默的也是有非常多的鐵粉 那其實它們也很久沒有出底妝的新品了 這一次它們設計的粉底呢 主要是鑽石光粉體 那鑽石光粉體呢 其實它會有一種光澤感 360度呢它會透過光源 它們把你的一些瑕疵給打散 所以這一款如果你是要上鏡頭 或者是你可能是需要在很close很close的一些 鏡頭下的話 你會覺得你的皮膚有一種柔霧的啞光感 會讓你的皮膚塑造出一種很有質感的感覺 哥據媚影這一次出的這款粉底液呢 主要有五個新色 那這五個新色呢 其實膚色都偏白 我覺得比較適合膚色比較白一點 白細一點的亞洲的女生 所以如果你是比較健康膚色的話 可能就沒有這麼適合它們家的 新款的粉底液喔 倩碧這款粉底液呢 我覺得因為今年夏天就是一樣 大家出門都會戴著口罩 所以我覺得它很適合給皮膚膚質比較敏感 你可能比較適用於溫和一點點的粉底液 因為這款強調的就是它有精華液的成分 所以你上起來的肌膚感覺比較不會有負擔之外 你也會覺得你的皮膚好像在上保養品的感覺 不會覺得有太厚重的悶的感覺 然後另外就是它的蛋型設計啊 其實在日本也掀起了很多女生的討論 因為大家都覺得很多粉底液的包裝 要不然就是方形要不然就是圓錐型 倩碧這款粉底液呢它的遮瑕力 我覺得比較適用於膚況稍微好一點的女孩子 就是如果你是喜歡輕薄一點的底妝感的話 那這一款其實非常的適合你 如何在春夏的時候底妝比較不容易脫妝 除了你要選對一款適合自己的粉底液之外呢 我非常非常推薦大家在上完粉底液之後呢 可以噴上一層定妝噴霧 那其實坊間的定妝噴霧真的是有非常多種 有光澤型有霧面型然後甚至有比較水感的 那如果你是喜歡你的底妝上完不要這麼油 不要這麼的黏搭搭的感覺 我最近還蠻愛用這一款Make Up For Ever的定妝噴霧 它噴完的感覺就是你好像有上了一層蜜粉的感覺 所以有時候甚至我補妝的時候 不一定會真的用蜜粉補 但是我會噴上一層薄薄的這款定妝噴霧 它會讓你戴上口罩你會覺得好像底妝都不會掉 拿下口罩之後你的底妝的妝容還是完整的喔 所以我非常推薦大家在夏天的時候你可以選擇在上完底妝之後 再噴一層定妝噴霧把你的底妝的妝感給鎖在肌膚裡面